給點掙扎 給點掙扎 好掃身 手腳並用 哎呀,差點弄一下 好,好邪啊 好,攪拌一下廚房 上次就帶大家認識了Simon的家 以及他在日本Chumps東京的辦公室 詳細就可以看回住在你家的系列 每次有機會來到日本找Simon 我都會跟他玩一些戶外活動 適逢秋葉盛況的季節 我們就決定來一個東京近郊的旅行團 第一站就是挑戰東京都最高峰的雲取山 如果好天的情況下 你還可以看到富士山 之後就去浸溫泉 試試跌虎的名物 最後就看看期間限定的秋季賞燈會 我們現在早上6點鐘未夠 我自己對上一次行山 在日本行山已經在2019年去富士山 當時其實Simon也在 第一次在秋葉的季節來到東京 沿山路都看到滿滿的紅葉 令我非常期待上山的情況 我們花了兩個半小時的車程 來到山腳的三豐神社 在周六日有很多本地人前來參拜 順便交遊 這個三豐神社很適合就是事業 業運 財運 以及順風順水 這些我都很需要 所以我要去這個神社 了解一下 之後就會跟大家走這個 登山報道 說明10點5公里 就上去 很多人都說大概6個小時 看來你的動作 你看到 吃完中獎是不是 吃完就看看你是大吉中吉 還是小吉 通常都是小吉 這些是類似年糕 好像年糕似的 對呀好像年糕似的 有一些 滅鬚在臉 或者是醬油在臉 醬油年糕 醬油漸一點 我常常都是大吉的 常常都是大吉 我看到那個吉字 是不是真的中了 吉字就是 大吉中吉小吉之後那個 即是雲吉 這次應該是雲吉 雲吉 雲吉 這是什麼 是這邊附近收鑊的薯仔 有些味道有些辣 真的不是很辣 不是真的辣 有些辣 薯仔很奶油 奶油來形容 日本的食材都是沒得輸的 三峰神社擁有超過1800年的歷史 正門入口有白色的三年鳥居 兩旁就被大樹包圍 有一種寧靜莊嚴的感覺 神社有很多囊的雕像 據說舊時用來排除了各種的災難 我猜不到我星期六那麼受本地人歡迎 就排隊去拜神 因為太多人了 我要趕著出發去行山 我這次就不敗了 直接離開了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去旅行拍片 有喜歡行山潛水滑雪 幾乎任何運動都適合我的 我這次就要介紹蘇黎世二喜行旅遊保險的傳令計劃 適合我這些經常非來非去的人 事關這份保險 就包了潛水滑雪 甚至今次日本行山 只要在高度5000米以下 都包的 如果你今年還想去 除了土耳其及拔都幾乎坐熱氣球及劇馬 記得買這份旅遊保險就對了 大家都知道我經常去南門國家旅行 如果你買了這個保險之後 某些國家突然被發出黑色或紅色外遊警示 你都可以得到保障 現在熱起行還有一個 1加1的優惠 即是買大送勢 如果你是18歲或以上的成人投保 隨行17歲或以下的小朋友 是免費獲得保障的 Touchwork真的需要入院 成人最高有150萬的醫療保障 小朋友有50%的保障 即是75萬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買旅遊保險 輸入我這個優惠馬 全年旅遊保首年的保費 有9折的優惠 單次旅遊保也有8折的優惠 7日旅遊保就低至176元 全年旅遊保也低至1332元 連結可以在我的description box中找到 希望大家可以今年不斷去旅行 同時又玩得開心又安心 Bye 起步點大概1000米 1100米 1100米 本身想看紅葉 不過在山下 我們在山上很多都已經下來了 很舒服 應該太冷了 在日本行山 非常注重安全 登山入口你要自己填表格 作為簡單的紀錄 而雲取山絕對不是一條輕鬆的路線 輕裝的人士就不宜挑戰了 這裡真的要小心 10月13號 一個月前 人被害 進去之前就拋響了 是 那不是 紅葉會聽到有聲音嗎? 還有為什麼我們後面的背包有個鈴鐺在這裡呢 其實是用來驅紅 上面有個位置可以休息 我現在走這個S線上山 Simon 住了在日本那麼久 就介紹大家買這個黑色包裝 在Family Mark 買的飯糰 那它的飯是 極品 自然研究路 真是自然究竟 有港葉柱和針葉柱 不用灰硬 的植物 現在地 清平 1500米 幾 200米 對 嘩 直上200米 手腳並用 啊 好斜啊 好斜啊 斜到也不知道哪條蘿蔔 這條樹根 哇 澳人是傾斜 45島閣 上面真的有點炸 嘩 好像是理想 嘩 我不是走到回來了嗎 我一直以為可以 五個小時走完 原來真的太天真了 剛剛現在 前面就到一半了 還要拿著一部相機 然後再黏了 大家經常都說 你走那些山 辛苦就辛苦 但是不好看 嘩 這個可以 嘩 這個山脈 可以 在這裏 在這裏 是會看到鹿的 而且它是很近 不怕的 拜拜 拜拜一點 我還在這裏吃東西 你看到這裏有很多樹 都被網圍住了 尤其是 山路兩旁的 因為呢 是防止鹿去吃那些樹皮 吃那些樹皮 樹會很快敷 這樣的話呢 就會 踏進那些鹿 影響到一些鹿的安全 唉 白岩山 最後兩個小時 我收回說 這條很容易的路線 其實我覺得 它的公里都不準 頭三公里 真的是準的 之後呢 7點多到3點多公里 這三公里 走了兩三個小時 真的從日出走到日落 我終於在這裏見到終點站 因為我看到一些 窄人的CAMS在前面 西蘭的南神光 給點掙扎 給點掙扎 富士山 富士山 首都在 現在正在看日落 我們是看到富士山的 不過就有很多運動 但也看到頂部 先摟一下柱子 柱子比現在的天氣更暖 很大風 一隻分隔 我自己喜歡行山的原因 就是可以透過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 欣賞最美的風景 而在日本行山 我亦超喜歡住它的山小屋 今天入山屋是用大口罩的 今天是2樓6號室 其實這個山屋真的很冷 你是在屋內 但也在吹著寒風 因為木頭有很多縫 完全不覺得是在室內 這裡怎樣補充食水 這裡有自然山泉水 雲取山限定的 這個名字 對 他說 感覺好像年輕10年 現在就嘗試一下 這裡可以年輕20年 年輕20年的水 但我去山高山巴基斯坦的水 也很舒服 你在巴基斯坦那裡 不舒服 立即收到 有味道 但又不是很難聽的味道 你覺得苦苦嗎 不是不苦 但也不甜 它有一種獨特的草味 小屋就包了漢堡扒的晚餐 和早餐 味道就比富士山的山小屋好得太多了 第二天我們日出就起程 花了三個半小時就衝下山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浸溫泉 我剛剛問Simon 就說這間是 1380日圓 是比正常的 貴少少的 一來裡面的設施很好 二來就是 它有外湯和內湯 給你選擇 三四個池 也有獨立的 溫泉仔可以走的 現在我就 出去了 吃東西 就衝回去立村 這裏有滷肉 但是賣光了 現在就要試一下 這個蝶虎豬扒飯 你看 這塊豬扒 它的味道雖然很濃 但是咬下豬扒是脆口 我好欣賞它的豬扒 其實就不太厚 但是它的粉和肉的比例剛剛好 我一咬下去 它的粉和肉的融為一體 Simon 買了一個燒豬小吃 日本真的隨便吃什麼都好吃 脂肪一咬下去剛剛好 最後一站 我們回到立村的超和紀念公園 專程來看秋葉的燈光 我都沒試過在日本見到這麼多人 我們現在這個時刻 就很大機會是 進不去的 特意駕過來 進不去 因為我們沒有預約 就打算登入 誰知就 門口寫著牌 好像說不能登入 或者登入都滿了 結果我們是買到 入完票 但是就賣不到 那個Light Up的票 就嘗試一下 在外面看看 有沒有東西看 前面就見到 Light Up 是秋葉的黃色 我們這個是一個450日圓的位 每個站在這裡 就舉了相機營 不知道有沒有讀者 成功買票 逼入這個秋季限定的燈光活動 如果有的話 不妨可以留言分享給我聽 究竟值不值得去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comment,like,share和subscribe 啦